南国红豆品牌一开始是由我父亲这边创立的 我父亲我们是四代种植红豆的家族 从我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了 一年前我有姻缘忌讳回到家乡这边去接手红豆 刚开始我们都是以贩卖鲜红豆为主 这样子对那接手之后 我们慢慢有发展出以红豆为主题的婚礼小物 还有红豆茶部分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说要发展红豆茶呢 因为之前的话我也跟大家一样 都是以烹煮的方式去窃取红豆水 那窃取出来的红豆水的话 它的有效期限低 它就会开始有酸性 然后就是开始就是会呈现一种过期的状态 那之后我们就想说那既然我们就以黑豆水炒 炒黑豆水的方式 然后去做这个红豆茶 那以茶包的方式去推出 那一推出之后呢 很意外的就是获得大家的好评 那这个的话之后也是运用在我们红豆婚礼小物的部分 可以再拿精英点给大家看一下吗 可以 对 对 那这个我们红豆婚礼小物的话呢 我们内容物都是以100克的红豆为主 那100克红豆的话就正好是一个人份 这样子 嗯 OK 所以它除了 除了这个几个小物品以外 是不是可以再多拿一点点东西的核型啊 跟不一样的东西来给我们看一下 南国红豆的婚礼小物我们系列我们取名为红妆豆洗 那我们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嗯 100克就是万丹鲜红豆的部分 对那我们里面的包装物的话都是100克的包装 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红豆茶盒的部分 那每一个可爱的小盒子里面都会有两包 那个红豆茶 嗯 那当初为什么会有红妆豆洗这个部分 就是为什么会想说要把红豆跟婚礼小物做结合 主要是因为红豆洗气 那万丹的红豆的话以栽质9号红宝 就是红色的红 然后宝贝的宝为主 那红豆一株又多子 那运用在婚礼的上面的话呢 就会有早生贵子的意思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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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